但台近被叶熙悟折磨致死,凡人之躯已死,化身成魔,屠戮先祖满门,为什么独留黎苏苏活着,让她有机会使用过去镜回到五百年前改变命运? 因为她自傲,她认为自己不会输,五百年战无不胜的日子太过乏味,她想要找点新鲜的乐子,她知道就算让黎苏苏回到五百年前,自己也不会动情,因为她知道自己是魔神转世,一出生便没有情思。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,也不会去爱一个人。只是她万万没想到,最后自己的结局竟然是以身殉道挽救了所有人,而这就是她惨败认输的最好证明。 黎苏苏以仙髓换血骨。黎苏苏是带着杀死魔神,取其血骨的任务回到五百年前,但是在看到凡人时期的但台近受尽苦楚时,还是于心不忍,一边努力寻找取出血骨的办法,一边对但台近百般照顾。 但台近因为没有体会过被人保护疼爱的感觉,黎苏苏的出现让她觉得特别,所以对黎苏苏有强大的占有欲,想要黎苏苏在她的身边。 黎苏苏在荒冤里知道了取出血骨的办法,需要让但台近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。 但台近因为感情掉落的眼泪才会化作九枚灭魂钉,打入但台近体内方可取出血骨。 为了让但台近爱上自己,黎苏苏开始了漫长的追夫之路,但台近也在黎苏苏的日夜相伴下感受到了爱一个人的感觉。 她亲手缝制了有天长地久寓意的红盖头,用最隆重的婚礼仪式娶黎苏苏为妻,而黎苏苏苏却在婚礼当日将灭魂钉打入她的体内,背叛了她。 黎苏苏被打入大牢,因为爱上了但台近,她已经无法真正杀死她,但是天下苍生还等着自己拯救,于是她引来天雷,用自己的鲜髓来换取但台近体内的血骨,用自己的死换但台近的活。 但台近已身殉道换回所有人,因为黎苏苏的死,但台近一直活在悔恨中,为了救回黎苏苏,但台近在鬼窟河里整整寻觅了五百年,最后被逍遥宗掌门捡回。 成为逍遥宗小师地仓九民,她也终于见到了五百年后的黎苏苏。 此时的黎苏苏对但台近非常冷漠,但台近学功也既无,越服牙的样子讨好黎苏苏,还是让黎苏苏厌恶不已。 因为但台近的血骨没有被黎苏苏捏碎,所以她还是有成为魔神的可能,即使自己死了,还会有新的魔神转世,为了彻底扭转局面,她下了一盘很大的气。 但台近堕入魔道逼迫黎苏苏嫁给她,黎苏苏在大婚之日想要与但台近同归于尽,没想到在最后一刻但台近推开了黎苏苏,打开了同碑道,将吞噬的灵魂全部放出,所有人都复活了,她用自己的死还给了黎苏苏一个太平盛世。 黎苏苏直到但台近死后才知道,但台近想要做的原来不是毁了这个世界,而是要用自己的死彻底扭转同碑道,让魔神不再有附生的可能。 这是黎苏苏最想要实现的心愿,但台近爱她,所以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全部。 一念成魔,一念成神,不管是入魔还是成神都是因为黎苏苏,但台近彻底输了,但是她心甘情愿,因为她终于学会了爱不是战友,而是成全。